好喝喝多点咯 好嘞啦 好嘞 那些东西 女人被男人们设局 喝下了会有我安一条柴的啤酒 而接下来等待她的将会是满清酷刑般的严惩 接下来的画面 我替你们看过的一点也不好看 女人醒来后回到家里 第一时间便是去到浴室洗清屋子 但体外的屋痕可以洗净体内的脏 却没法解决 更别说心里带来的创伤了 这时她的男人回到家里 看着妻子无助的模样 大壮似乎猜到发生了什么 原来一切都是有机可循 女人未提家里分担经济压力 不过大壮阻拦去到夜店打工 谁知因相貌出众 被老板强迷看上 最终落得个如此下场 在大壮的安慰下 女人方能入睡 可在梦里又不断梦到被那啥的画面 女人最终还是心里崩溃 等到儿子与丈夫熟睡之间 写下一书选择了跳海自尽 而他前脚刚走 儿子小明也跟着醒来 接着来到街边跟几名古后仔交涉 原来这小子误入歧途 被人利用掏卖面分 结果今晚运气不佳 被警方逮了个正着 古后仔见状担心小明将他们供出来 随即掏出小刀冲了出去 小明伤重被送到医院抢救 大壮接到电话第一时间赶到 医生告知小孩虽然抢救过来 但大概率会终生瘫痪 回到家里看到妻子留下的遗书 一天时间发生的两件事 让大壮陷入绝望 更可气的是 教导儿子卖粉的蛊惑仔 也隶属于强尼社团 对方弄得自己家破人亡 大壮发誓定要此人付出惨痛代价 得知强尼还有一位仇人后 大壮找到对方 这人便是妹妹被强尼侮辱 好友为强尼所害的阿丁 两人有着同一仇敌 随后双双提刀杀入强尼地盘 此时还不知危险来临的强尼 正与小弟们把酒言欢 阿丁与大壮人狠话不多 举起三十米的大砍刀 便开始切水果 两人锁到之处血流程和惨叫连连 房间顿时成了无剑炼狱 大壮属于力量型 一刀下去便能将敌人一分为二 无奈背后露出破绽 被人用铁钩偷袭 疼痛感使得大壮怒气爆发 回头一刀割下了偷袭者的妖子 而阿丁这边更是强悍 连续几刀将强尼砍得老妈都快不认识 关键时刻 躲在一旁的强尼女友忽然发霉 拾起碎玻璃瓶划上阿丁 本来后者紧记好男不跟女道 但眼前情况已容不得圣母心泛滥 反手一刀砍翻女人 导致对方摔在桌上 眼睛被碎玻璃片插爆僵 强尼箭行事不明把腿开溜 阿丁岂会放过瞬时追了上去 这时铁门传来巨响随后打开 竟是强尼小弟们闯入 大壮施以阿丁去追强尼 他一人挡在后门拖延时间 奈何双拳 始终难敌四手 不出几分钟 大壮便被砍成了七块八段 这里太过血腥 就不放画面了 回到阿丁这头 他正在后向紧追强尼 暗中不时跑出对方小弟从中阻拦 阿丁躲过攻击 回出砍刀劈在小弟摇摸 然后使劲一挥 直到将小弟拦腰斩断 再来一人从后袭来 阿丁反应迅速来了一戒回手套 劈在对方颈部 用意一拉致使目标伸手一出 有一股货载下的跪道在地连声求饶 但阿丁没有留守 跳起来就是一刀 将古货载从头顶劈到跨部 变成了夹心面包 阿丁的疯狂被强尼看在眼里 后者终于明白 为什么八年前江湖人士提起阿丁变门风丧胆 今日一见果然凶残不死人类 吓破胆的强尼再次开灯 结果却跑进了死胡同 听着后面阿丁脚步声越来越近 强尼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也 抬头望向天空 就连明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通红 恐惧彻底占据内心 强尼裤子渐渐湿热 一看传人被吓成这般模样 阿丁将砍刀丢给对方 然后捡起一旁酒瓶将其打碎 这番举动很明显实在侮辱强尼 后者混迹黑道一向以凶狠自居 没想到今晚被如此羞辱 怒气与不甘在内心不断碰撞 强尼最终捡起地上砍刀 发疯般似的冲向阿丁 奈何两人伸手差距实在太大 阿丁拿碎酒瓶将强尼捅成筛子 然后划开对方动脉 煞石鲜血染红地面 此时强尼的眼中尽是血色 脑中浮现几天前 阿丁给他的忠告 出来混的结局不是坐警车就是坐灵车 现在他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不出几十秒强尼完全没了意识 这时前方警笛响起 阿丁没有选择跑路 而是拖着强尼的尸体 慢慢走向警方 然后举起双手投降 才出于不久又犯下命案 阿丁因此背叛终身兼职 而属于他的江湖故事 也由此结束